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李文汉 有些网友问我为什么不把地址放上我介绍的美食 如果你有看完整条片 你就会发觉我放了八档美食的地址在后面 多得Mr. Gary Look,我最近这两条片 都有放上Google link 我很希望大家能够看完整条片 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我发觉有很多观众都未曾订阅 如果你不想错过更多街头美食的介绍 就请你们订阅吧,多谢大家 这一集我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 八达link,八档最棒的阿森勒沙 首先我要强调一下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北方 我们是分得很清楚的 勒沙是一个鱼肉汤底的美食 而咖喱勒沙是一个椰浆美食 勒沙就是勒沙,咖喱面就是咖喱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加林波会叫咖喱面 做咖喱勒沙 你去宾城叫勒沙,你就会吃到它们的勒沙 不必强调叫它阿森勒沙 说到宾城最好吃的勒沙是来自宾城 这个是事实 以前Anthony Bonin都有提过 他来到这家阿森勒沙的老字号 说过这句话 吃一碗勒沙就等于吃到everything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马来西亚最好吃的勒沙 你一定要来这里 趁着现在MCO放松一点 你就过来宾城阿耶伊丹走一轮吧 到今天我们都未能证实 勒沙是原始哪一道 很多人说这个美食是来自北方Yonya的秘方 一点都没有中国的影响 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骄傲 它都是我们唯一获得CNN世界第七最好吃的美食 我觉得一点都不出奇 因为勒沙的汤底是用最多种材料来炒制 少一样都不够正宗 还指定要用更帮鱼 你换其他鱼鱼都没用 连配搭的粉 都是要用100%米做的糙米粉 绝对不是你在吉林坡吃的奶粉 其实勒沙都不算是一个最流行的美食 不及海南鸡饭、云吞面、茶菊雕、咖喱面等等 不受欢迎 我分析过因为这个口味就比较酸微微 不适合做全日的美食 举例我早上和宵夜就不会吃它了 我觉得这个口味是比较适合女性的 我第一次吃勒沙就是六十年前 在我的家乡安顺 在一个叔叔丹尺的档口摆街边 他一碗只是买一角 不是夸张 我到今天都没机会找回一个口味 它的汤清澈得来又鲜甜 刚刚够酸 鱼肉打到碎碎 主要的就是它没有加虾酱 不像奔承那些 如果我今天可以选择的话 可以分开加虾酱就完美了 原因就是我不是十分喜欢虾酱的味道 不过你会说人家CNN都可以奖励 变轻压心勒沙成为世界第七最好美食 试问下虾酱又有什么问题呢 你觉得是勒沙的特色 没错大众的口味是赢了 就当我挑剔一点 今天我本来就要带大家去奔承吃 最棒的勒沙 但是现在我只可以介绍 拔打拎百当给大家 应该不会令你们失望吧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 就给个like我 分享下 如果未曾订阅的 就麻烦你订阅啦 多谢你 现在排名没分先后 我要带你们去拔打拎吃 最棒的勒沙 阿称勒沙 这个勒沙就是在60年前 阿罗斯达一家姓吴的小食当开始 他的儿子Edmond 今天就将这个禁绷口味 带给全马 因为他曾经吃过吉林波最棒的勒沙 都不及得他们的家里味道 多了他的坚持和创意 今天阿称勒沙就发扬光大了 开了十几间分店 我很喜欢他的禁绷装饰 今天我就来这个八打拎一个分行 和平时一样 都是叫他的勒沙junior 只是四口九 我是故意吃这个小碗 因为要吃出我童年那个一毫子的回忆 阿称勒沙是最接近我家乡的味道 没有加虾酱 还是用正宗粗米粉 我给了100分 流动餐车的阿称勒沙 在这几年流动小贩在雪茸州都挺流行 我认识在这个疫情 很多当都已经收盘了 徐先生开了这个勒沙 只是有几个月 我问他为何这么大胆在这个疫情开始 他说很浪费 如果不接他的外母 30年的勒沙生意来做 原本他的外母 就是在甲洞开档 很遗憾 几个月前 他就已经百年归路了 现在徐先生就用他太太的名字 来带这个口味 去SS2 猜馆门口开档 除了勒沙 他们也有卖鱼蛋 和自己做的安顺猪肠粉 我喝他一口汤 就觉得很有这个传统奔城勒沙味 汤又鲜甜 加上大大块的鱼肉 正啊! 西方的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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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鱼肉 有一天我的弟弟问我 为什么不想到介绍勒沙呢? 我问他为什么用勒沙呢? 他说我一定要来采访这个 因为他们有提供炒勒沙 第二道是没得吃的 什么话?炒勒沙? 我的太太就骂我三巴佬了 他说他和女儿 就时都有来吃的啦 那我就来干割他们啦 原来这间well cooked 就是在吉林波多摩 搬过来书邦寨有15年了 除了勒沙 他们也有提供很多分成美食的 我第一次吃他的炒勒沙 就觉得很不错啦 不过我老婆说 以前还好吃 不知是不是换了火头呢? 八达灵天海茶餐室的 檳城勒沙 这间个边店都算是最成功的啦 营业了40多年 还是这么受欢迎 这里每个中午来到啦 是找不到位的 这间个边店都算多大 有提供20多种美食啊 不用说 你都知道为什么它这么好生意啦 无论是炒菊雕 羊豆腐 猪肠粉 薄比亚 和这档勒沙 都是要排上路啊 我今天来到打包勒沙 都要等半个钟啊 这位姓王的Auntie 就已经开了它的 勒沙兼咖喱面 有30多年了 我说 你这么成功 应该退休啦 他就很幽默答我啊 是咯 我应该去夏威夷晒太阳啊 吃过它的勒沙 很有鲜甜味啊 不会太酸 有很多鱼 真是没得顶 八达令十四区的 林冀勒沙 这档勒沙就很厉害了 在这个区就营业了五十年了 以前美拉西里拉四十九档未拆 我一九七十一年都有来干顾过 这位来自槟城的Auntie Lee 就已经有八十岁了 我问他为什么不退休 他很风趣呢 就说他退休 你们哪里可以找到 这么正的勒沙吃呢 不可否认 他的秘方是跟他的 母亲学的 他有提供 虾面 咖喱面 阿森勒沙 还有他介绍我吃的 泰式勒沙 他的美食是下落的 我打包了他的泰式勒沙回去 看见的料都很不同啊 有加虾 鸡肉 和传统勒沙料 吃过他的味道都很满意啊 酸酸味味 好特别啊 screw 吃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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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肉 吃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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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把吃过去 吃呢 拥有嘴 放在赤丁 沙 他们的勒沙也很棒 这个印尼阿迪阿迦做了勒沙有15年 以前在大班一间个别店打工 后来就出来自己做 成功到在阿波罗开分店 给老公打理 可惜三年前老公就不生性了 现在就要索性帮天天法打工 我吃过他的勒沙也挺满意 但是虾酱就多了一点了 喜欢吃虾酱就适合你了 巴达林斯北北室的奔城勒沙 人家说如果你要计算 雪龙洲有多少档有水平的勒沙 你哪里可以计算这档易勒沙 这档勒沙可算是斯北的地标 如果你在这个区长大 你这么说你没有来干顾过吗 奕奔城勒沙兼蝦面 是姓孔两夫妇从1989年开始 可惜几年前孔先生就走了 现在就剩下孔太太一个人做 他们的生意一直都非常好 每次来都要排队 如果你是不想吃勒沙 你也可以吃虾面 我吃过他的勒沙 觉得很棒 有传统奔城的口味 汤又够鲜甜 鱼就给到很丰富 但是汤又有点腥味 如果你是有来过奔城 你一定有来过这条行排队吃 不是夸张 我每次来干顾他们 都要等45分钟 因为要找到张台 来叫他的著名勒沙和罗杂 这个生意是陈星先生 从1936年开始的 今天他们就做到很成功 全马都有很多分店 但是还是保持这个档口 今天我来到Paradim商场的分行 叫了勒沙 不用说了 加上正都好 吃过他的味道 都很满意 虽然不能夹得他原装奔城那间 但是都可算是保持的水平 起码现在我就不用回去奔城吃他们了